接下来 女医师同理心比男医师强 来喔 也是不好说 正确的请举圈 这也不好说 这个我 看运行 你们举就好了 这各一半 举差我觉得还是个人的问题 还有他有多忙 跟他本身的个性的问题 那我是不太挑妇产科医生性别的 所以大部分我看的都是男医生 就是因为女医生很难挂 就这么远 这个原因而已 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女的妇产科医生 是在急诊室 那时候我是怀老大的时候 那我是好不容易才怀上的 可是在十周的时候 就有一天我洗完澡出来 就发现我流血了 那那时候因为第一次 又很在乎又很紧张 所以我看到流血的时候 我就 就赶快冲去急诊室 但那天急诊室非常的忙碌 所以也没有医生可以来看我 那我就在那边等了很久之后 终于他们调了一个 妇产科医生来看我 结果是一个女医师 刚好那天是一个女医师 然后她就问我 你怎么了 我就告诉她说 我流血了 我现在把孕食中 然后刚刚是先血 然后她就说 那我帮你做内诊 然后就做那个 阴道超阴波 然后就超阴波照 就看到小孩的心跳 然后我一看到心跳的时候 我就松一口气 我的眼泪就这样低下 我就还好还有心跳 然后那个女医师就说 你流血又待在家 来医院干嘛 然后我听她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不应该来吗 这样子 她就说 对啊 你流血你就躺在床上休息 这个不需要来医院 我说 你怎么懂对不对 对 我说 我不是应该来安胎吗 她就说 这没有什么好安胎的 这会流掉就是会流掉 不会流掉就是不会流掉 天哪 那个安胎药就是 之前我有在吃小白球 那个安胎药 她说 那个你想吃就吃啊 反正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就不要吃 那个其实 安慰作用比较大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 跟我原本想的都不一样 然后后来她就说了 她自己的经验 就是她当初怀孕的时候 她是怎么样做的 她觉得 她觉得那个 吃了会让她不舒服 所以她就没有吃 然后我其实事后回想 我觉得她讲的都没有错 可是可能在当时 她说的那个方式 让我觉得 说话的口气 跟方式 然后也可能 因为我当时的心情 太害怕跟太紧张了 碰到这样的医生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是不是错了 我是不是太大惊小怪 我不应该来医院吗 事后回想 就是可能她也是很累吧 就是急诊 大半夜的 对 外遇过一模一样的 也是怀音呼吸 没有 我不是急诊 对 因为那时候已经大概九点 妇产科最晚好像是九点半 就会稍微关门 那我就很急 因为第一胎超不容易怀孕 跟裴真姐一样 然后又出现 然后这一定要去看的 不然我怎么知道 她接下来发展室 没睡得着 如果敢随便查一个 是什么三颗星的 想说算了啦 就去看一下 有医生 至少是医生 你们去看这都先查几颗星的 对 3.2 然后下面评论滋烂 想说那没办法做 她还没够 你们好像在处理其理一样 好 进去 我跟你讲 她一定有心事 她态度真的是 而且那个时间 她护士可能下班 就剩她一个女医生 然后竟然她就这样 她就这样打量我 说 有没有来过 我说没有 写一下那个资料 写完再叫我 然后就进诊间 我就默默想说 我已经在流血 能不能先看 然后就写... 然后就写完 就说医生可以 我写完了 然后就进去... 那个裤子脱一脱 那个躺好跟我讲 然后我就正在脱的时候 她进来好像要拿什么压嘴 还是什么 她就这样瞄我 那我就想说 那等你出去 我再继续脱啊 因为很尴尬啊 我就总的停顿了那一刻 她就说 在等什么 你有的我也有啊 她讲得没错啊 她没错 可是在什么态度 然后我就... 好 她就脱... 然后脚打开 我跟你讲 真的不夸张 她让我晾了最少五分钟 我就脚打开 她把她晾干啦 我不是故事 先通宗 等一下 在那里打开 很冷 然后又很紧张 那心情 反正就不知道她在干嘛 后来进来就说 好... 那那个先跟妳讲 你要用那个抛弃室的 还是那个... 我们那个医院有消毒的 我说抛弃室的好了 都五十了 先讲好 那她都结账的时候 病人在那边啰哩啰嗦 她到底为什么那么生气 然后弄进去之后 那一次流血之前 我是没有听到心跳的 我只知道我怀孕很开心 但那天就莫名的有心跳 在这么违和的情况下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心跳啊 我就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 这样... 我就说 医生 请问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没有声音啦 我现在在看那个着床位置 你不要吵 然后就继续看 我就说 医生 那请问什么时候 会听到心跳 你刚刚不就听到了 他太不及擦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放出来 让我听一下 那个喇叭很远耶 好啦 你等一下 然后就把我亮到那个 又去里面 然后开了那个声音 真的就听到那种 等...大声 我说那是不是有那个超音波照 可以送我一张 练一张十块喔 你是不是要吃到什么意味啊 真的是 他是重婚了嘛 所以他当点二颗星 不是没有道理 后来整个看 走出去确定我没事 但是我好不开心喔 我听到心跳 我人很不清爽耶 我觉得这医生真的很重要 我是觉得如果是真的 已经蛮晚的时候 就直接到医院 我们一般大医院的话 都会有24小时的急诊 我不是没有这个sense 就想说离家进港 因为急诊一定会有人待命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 不耐烦的事情出现 那其实两位碰到 应该都是特例 那以我们 我自己认识的女医师 我觉得大概分成两个状况 第一个是生过小孩 第二个是没生过小孩 大概是这样子做分解 如果是没有生过小孩 但是她也可能蛮常接生的 那就比较不了解 妈妈的心理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我们男医师 一定没有生过小孩 所以都会比较小心一点 那之前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那个第一胎的妈妈 那给我接生 在进产房全开的时候 就是很痛很痛 那因为第一胎我们知道 其实有时候妈妈不太会用力 所以我们就进去 教妈妈用力 我就说妈妈 你等一下用力的时候 要避住气 然后像解大便的感觉这样子 用力气不要放掉 那她那时候应该是很痛很痛 她就一直讲 李氏 你有没有生过小孩 你怎么知道生小孩 是像解大便这样子 你不要乱说 我好痛 你快帮我生出来 那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理解 我就 这时候就不能跟她一起 起哄情绪激动 我就慢慢地跟她讲 说对 我没有生过小孩 可是我接生过蛮多的小朋友了 所以你按照我的步骤做 我一定会安全 帮你把小朋友生下来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你一样避住气 好 我帮你压肚子的这个位置 你就顶我的手 把我的手顶开 就是这个地方这样子 一步一步教她做 然后后来真的安全生下来 那时候其实生下来很累 她就没讲什么话 隔天我在去查房的时候 她说 李医师你好厉害 你没有生过小孩 但是你很会接生 好有成就感 是 所以其实男医师 虽然没有自己生过小孩 我们还是蛮会接生 不过刚刚李医师在讲这一段 我一在想一个画面 你孩子一定很痛 他的理智各方面可能会乱掉 你有没有人痛到最后骂脏话的 一定有 有啊 有啊 你有骂 我朋友 你朋友 他就是医生那么温柔 他就说 你 真的吗 对 会 快一点 会痛 真的会 你们都能体谅 对 可以 肯医师有生小孩吗 我还没有生小孩 对 但是很神奇的是 就是也是会有蛮多年轻妈妈 会来找我 要来做产检 那因为其实我 相对起来 我的资历跟我们医院 其他的就是 老师们比起来 就是相对比较知识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就会 跟他们比较熟悉了之后 我可能就会问问他们说 就是妈妈 爸爸你们怎么会 想要来找我产检 这样 然后爸爸 爸爸的想法大部分是 他们还是会觉得 找男医师生产 要让男医师看太太的侠题 会觉得 不好意思 然后他说 好 OK 妈妈的说法大部分都说 因为到时候 如果要怎样 怎样的话 女医师比较可以说服 爸爸要可以做什么 我说例如什么呢 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到 已经到快到 要生产前的时候 那一天 那一对产妇就过来 然后他们就说 医生我跟你说 我老公说 他觉得不需要住月子中心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我心里说 现在是要家庭战争了吗 你连着都要处理 对 然后我就 就只好站在中间角度说 其实爸爸我跟你说 你要住不住都没有关系 但是宝宝出来之后 每四个小时就是一个轮回 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太太 要好好的休息 你可以接受24小时 每四个小时一个轮回 然后你要这样子承受 大概两个月三个月 你OK 我们就OK 对 然后爸爸听完之后就说 好 那月子中心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 可能女医师站在女产妇的身上 可能跟爸爸在做这方面的沟通的时候 还是有点点好处 其实女性病患有时候很需要 女医师或男医师的心灵支持 但是其实有些男生 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坚强 他还是很需要男生去 就男医师去支持他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喔